大师赛罗伯逊就二赛点6-5马威 决胜局两杆斯诺克翻盘 北京时间1月6日凌晨 2022斯诺克大师赛 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 2012年大师赛冠军尼尔 罗伯逊凭借两杆单杆破百和三杆50加 在大比分1-4 3-5落后的情况下 将打出五杆50加的马克 威廉姆斯拖进了决胜局 决胜局澳洲火炮在对手打出单杆67分 最后一颗黑球需要做两杆斯诺克 才能翻盘的情况下 成功的以69-67单局逆转 最终以大比分6-5险胜威尔士金左手 率先打进决赛 2022斯诺克大师赛 于当地时间1月9-16日 在英国伦敦亚历山大宫举行 该项赛事是2021年2月022赛季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一战邀请赛 也是三大赛中的第二项赛事 本届大师赛 75三节齐齐亮相 并全部闯进八强 然而 罗尼、奥沙利文在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尼尔、罗伯逊、约翰、西金斯 则赋予马克、威廉姆斯 所以 半决赛就成了金左手与沃尔本机器的对决 这两人此前曾有过14次对决 尼尔、罗伯逊赢得了其中的10次 而且从2019年大师赛以来 已经取得了四连胜 本场比赛 本来马克、威廉姆斯有很好的机会获胜 但结果却依旧如故 本场比赛仍然采取11局6胜至首局 尼尔、罗伯逊开局就进入了状态 凭借单杆102分 以103-22先胜一局 不过此后 马克、威廉姆斯突然发威 从第二局到第五局 他连续打出单杆59分 71分 60分和60分 以81-0 71-4 60-53和103-20连胜四局 大比分4-1反超 关键的第六局 尼尔、罗伯逊终于稳住了阵脚 凭借多次上手 他以71-46帮回一局 将大比分追成2-4 随后 他又在第七局轰出单杆83分 以83-0再追一局 大比分迫近到3-4 第八局 马克、威廉姆斯抓住机会 轰出单杆91分 以91-1再胜一局 大比分5-3拿到赛点 被水一战的尼尔、罗伯逊 在第九局和第十局 连续轰出单杆95分和119分 以108-23和128-0连就两个赛点 将大比分搬为5-5平 决胜局中 马克、威廉姆斯率先上手 不过就在他拿下单杆67分后 局面出现了问题 最后一颗红球 躲在了左上脚顶带袋口黑球之后 没有下球线路 此后双方展开安全球大战 结果 同时在连胜三局后 也以大比分6-5逆转获胜 率先晋级决赛 位置 图 位置